好,同学们好 我们接着讲基督同龙这个专题 这块给大家分四节课讲 因为确实这块内容比较多 然后提醒也多 然后每节课都是给大家分三个方法 这三种方法是大家都要熟练的掌握 因为不同类型的基督同龙 它适合不同类型的方法 哪三种方法要熟练掌握 第一个,咱们的抬腿法 这个肯定要知道 抬腿法 或者有些地方它叫拆轮子法 像这些是轮子呢 是不是 或者说叫拆轮 拆轮法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题字怎么做呢 对不对 有些题它不是不是这个腿 你得用拆轮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嗯 那它俩都是为了 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消缘 嗯 咱这个也要注意啊 目的是消缘 嗯 一会儿咱在具体的这个题目里头看一下 为什么它可以消缘 对不对 好 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呀 那肯定是打包法的啊 这个方法非常好用 嗯 朋友们一定要学好了啊 第三个呢 那是假设法 那这三种方法呢 都要熟练掌握 方法之间呢 没有好坏之分 之分 对不对 但只有说这个哪些题适合哪些方法 你要会灵活选择 讲课的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讲 哎 怎么判断这道题能不能打包 如果不能打包 不能不能抬腿 咱假设法怎么做 怎么做题 对不对 下几个我们着重讲这个假设 这道这几个呢 还是着重从抬腿法打包法 给大家讲啊 咱们一个个来啊 第一道题 他说啊 自行车三轮车共54辆 共138个轮子 求他们各多少辆 当然这道题用假设法也能讲 但是呢 还是用这个抬腿法做吧 好不好 假设法还是留到下几个 嗯 好 这个题咱们用拆轮子法 怎么拆呢 你想啊 咱现在138个轮子 问题在哪呢 自行车有轮子吧 我就简写一个字 嗯 三个轮子 三轮车呢 哎呦 自行车俩轮子 画错了 自行车画成三个了啊 好 咱把这个就自行 这个就当成三轮车吧 嗯 把这个当三轮车 嗯 好不好 那咱这个就三轮车吧 这个就三轮车 那下边这个咱就当自行车了啊 这个是自行车啊 好 那咱这个下边这个就当自行车了啊 来 自行车 咱就画两两两个轮子了啊 现在是一个138这一个乙质量 总共有138个轮子 它呢 跟三轮车有关系 跟自行车也有关系 一个乙质量对应两个位质量 没办法直接算呀 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通过咱的拆轮子 能达到什么目的消源 拆轮子也是为了消源 为什么它能消源啊 你拆呗 它轮子少 它轮子多 它总有一天拆完了 自行车轮子拆完了 只剩三轮车了 那咱剩下这一轮子 跟三轮车一对一起算 你看啊 咱让所有的车 咱让所有的车都拆掉一个轮子 你说这减多少 很多同学到这就容易再跟头 再跟头就在这 那有的同学说减2 有的同学说减54 有的同学说减108 注意这句话啊 一定要听好了 所有车 上几个是不是给他讲了 所有动物都抬一条腿 同样的道理 所有车拆一个 所有车拆一个 拆了多少个 所有车是哪些车呀 所有车是这54辆车 那54辆车每辆车拆一个 它不得拆54个呀 你还能拆多少啊 你54个小朋友 每个小朋友吃一个苹果 不就吃了54个吗 54辆车每辆车拆一个轮子 拆54个 后边就直接重复了啊 就重复上面 所有车再拆一个 哎 再减54 那咱就得到了138 减108 得到了30 那剩下这30个轮子 全部都是三轮车 跟自行车没关系了 自行车消掉了 消远法 目的大道 不用再拆了 那剩下30个轮子全是三轮车 一辆三轮车剩一个 剩下30个都是三轮车 三轮车不就30辆了呀 咱除以 每辆三轮车剩下一个 这一个怎么来的呀 总共有三个轮子 拆掉了其中两个 所以这是剩下的 一辆三轮车剩下一个 总共啊 剩下30个 对不对 就知道了啊 三轮车有多少辆 30辆 嗯 那三轮车知道了你自行车就自然而然知道了 简写一下啊 考试你就写写详细点 自行车呢 用总共的54辆 嗯 总共的54辆 减去三轮车的这30辆 得到24辆 然后呢 验算完了就可以答了 不要忘了答 我就在这写个答啊 后边我就不写了 大家记得忘了 不要忘了答 咱通过这个第一道题 把这个拆轮子法啊 这个详细的过程 为什么要拆轮子啊 拆轮子达到什么目的啊 消源 那咱一定要搞清楚知识的由来 上几个咱是不是把抬腿法也讲了呀 抬腿也是为了消源 然后这些方法都是消源法中的一种 嗯 好 再接着看 下边这个 他说鸡兔共100只 鸡的脚比兔子多20只 求鸡兔割多少只 上几个不是给大家讲的基础片吗 说鸡兔的脚一样多 这种情况大家都会做 对不对 满足鸡兔的脚一样多就行了 那像这种情况 咱得知道打包法怎么判断 这道题能不能打包 对不对 咱马上就要讲打包法 怎么判断 对不对 那怎么判断这道题 某道题能不能打包呢 咱考试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鸡兔统的题 那不是每道题都能打包呀 那怎么判断呢 对不对 怎么判断这道题能不能打包 那你要看关键特征啊 他说鸡的脚比兔子多20只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鸡跟兔的脚一样多 然后再多然后再多二只 那如果不多这二只鸡兔的脚是不是一样多呀 那所以如果不多这二只鸡兔的脚一样多 那如果说鸡兔的脚一样多是不是就能打包 鸡兔脚一样多怎么怎么满足鸡兔脚一样多 你看啊 一只鸡两只脚 一只兔子四只脚 那两只鸡是不是就可以跟鸡 跟兔子脚一样多呀 鸡兔 给他们打成一个包就行了 那问题来了 你打打打打到最后 你看看是不是还多了二只啊 所以啊你避免不了的 你肯定要先解决多二十只脚的这个问题 就是啊 那鸡的脚比兔的脚多二只 我先把多的二只给它赶出去 让它出去散步 那里面的鸡的脚跟兔子脚就一样多就能打包了 那我们打了包就好算了 好了算算完之后呢 再把多的二只鸡脚再算进来就行了 所以分两部分算 所以先啊咱要写字啊 一定要这个把语言描述好 先赶出去 赶出去谁 二十只 谁 鸡脚 干嘛呀 赶出去只有使得 使鸡脚 等于凸脚呀 考试卷上得写这个啊 等于凸脚 这句话至关重要啊 这是至关重要的 哎 你就先把它赶出去 赶出去之后呢 剩下这一部分鸡脚就等于兔脚 那既然鸡脚等于兔脚了 咱们就可以打包 怎么 鸡脚怎么等于兔脚的 一只鸡呢 只有两只脚 一只兔子呢 四只脚 你要鸡脚等于兔脚 那你就得来两只鸡才行 那两只鸡是不是四只脚 一只兔子四只脚 满足了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最后一个组 各个组里都这样打包就行了呗 最后一个组也是两只鸡 一只兔子 来 那有多少个这样的组呢 嗯 咱还有个条件还没用 一百只 总共有一百只 如果说这有两个组 是不是四只鸡两只兔 有几个组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鸡兔一共一百只 这一百只鸡兔 你要想 嗯 在这打包的有这么多吗 咱一开始是不是赶出去了 还有二只鸡啊 脚 这二只鸡脚一开始就被赶出去了 没在这里面打包 所以打包的这个范围不包含这二只鸡脚 所以一百只是鸡兔 你得减 减去二十只鸡脚 二十只鸡脚相当于十只鸡 对不对 因为 这是鸡兔 你不能用鸡兔去减去这个脚 对不对 你要把这二只鸡脚转化成鸡 那一百只鸡兔减去正在外边散步的十只鸡 剩下了九十只鸡兔在这打包 那咱们再来除以每个组里面有多少只鸡兔不就知道了组数了吗 那每个组里有多少只鸡兔啊 一只两只三只 哦 每个组里都有三只 那咱除以三呗 三从何而来 两只鸡加一只兔 那九十除以三 哎 三十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一错点 好 那既然咱这块知道了 那咱再求呗 鸡兔就都出来了呀 鸡多少只啊 三十个组 每个组里有两只鸡乘以二 但是别忘了 一开始咱们有二十只鸡脚赶出去了 那这二十只鸡脚你得再算回来 二十只鸡脚相当于十只鸡 所以打了包的有六十只鸡 哎 正在外边散步的有十只鸡 一共有七十只 兔子就简单了呀 兔子兔子就用三十乘以一就行了啊 三十个组 三十个组 每个组里只有一只兔子乘一 三十只啊 最后呢 不要忘了打啊 所以像这样的题呢 它拐了个弯 但咱们不要怕 不需要怕呀 你多多少咱们就给它赶出去 一会儿烤袋少多少 你看 这少多少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处理啊 好 这道题呢 咱们这个回顾一下是吧 关键点就是你先判断这道题能不能打包 判断完了之后呢 怎么处理多多少只 是吧 一定要看清楚是脚还是鸡兔本体 这个要看清楚 再看 第三道题 他说自行车三轮车一样多 求啊 一共一百个轮子求他们各多少量 上面这道题 咱们多二只少二只的咱都会求 那像这道题就轻轻松松打下 你看啊 自行车三轮车一样多 你这个也太特殊了 刚才说了 判断能不能打包啊 不管它是比鸡的脚兔子的脚 还是比这个三轮车自行车本体 还是比鸡和兔本体 只要有这种特殊的啊 一样多呀 一倍呀 两倍呀 三倍的都能打包 你看一下啊 一样多 那自行车三轮车 咱们就打成一包 咱们这个自行车呢 咱就画俩轮子呗 三轮车呢 就画三轮子 那我就给它打成一包呗 这是自行车 这是三轮车 那我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我每个包里我都这样打呀 对不对 每个包里都这样打 来 这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每个包里都这样打 嗯 好了 那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几个组 就是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呀 如果两个组 两辆自行车 三辆三轮车 那有几个这样的组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了 现在他说有一百个轮子 那好了 一百个轮子 哎 怎么用呢 你要想求出来有多少个组 你得用总的轮子 咱已知了 你除以每个组里面有多少个轮子 你算出来 每个组里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哎 每个组里有五个轮子 咱们来除以五 不就得到有多少个组吗 组数 组数是不是出来了呀 那五怎么来呢 五 同学们 五啊 是这样组成的 两支 啊 这个两个 四英车两轮子 再加上三轮车三个轮子 那一共得到了多少个组啊 得到了二十组 嗯 好 那得到了有二十个组 那自行车三轮车 是不是都出来了呀 来 自行车 多少辆自行车 简单呀 二十个组 你看看 咱一个组里有一辆自行车 乘以一 就等于二十辆 对不对 同样的呀 三轮车 下边写不下 我写这边啊 二十组 每个组里一辆三轮车 也是二十辆 对不对 所以打自行车三轮车 各二十辆 当然你打之前 你最好验算一下 万一你哪块算错了呢 对不对 嗯 好 这道题呢 咱前面这三道题啊 都稍微第二道题难度大点 那 这个对于打包法 咱这块应该 问题不大 是吧 嗯 好 那咱们把第四道题再巩固一下 那对于打包法这一块 怎么判断能否打包呀 打包处理 怎么预处理 对不对 打包预处理 什么叫预处理 就是预先要处理什么东西 你判断完了能打包 那打包之前要处理什么呢 你多二只 是不是得处理掉呀 那这个整整好的一倍的就 自行车跟三轮车一样多 就没有多多少少多少事 不用处理 你看这道题 他说鸡豆共98只 鸡脚比兔脚的两倍少四只 刚才是多 这回是少 刚才是个多二只 这边少了四只 怎么办 那一样的 你不不怕的 能不能打包 你少多少多多少 不会阻碍我打包 就算我这个题不打包 不能打包 也不会是因为你少多少多多少导致的 也不会因为你鸡兔共多少只导致的 谁 看这鸡脚比兔脚的两倍少 四只 那如果不少这四只鸡脚 是不是兔脚的两倍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先不用管他 他少了四只 咱有办法让他不少 什么办法 咱去隔壁老王家借四只鸡 借四只鸡脚补上去 去借四只鸡脚 让鸡脚是兔脚的两倍 是不是可以呀 那好 那能不能打包 咱借东西都借完了 你再不能打包 咱真没办法了 对不对 那看鸡脚是兔脚的两倍 那就算鸡脚是兔脚两倍 就一定能打包吗 那怎么做 朋友们 好 鸡脚是兔脚两倍怎么做呀 好 怎么办 鸡脚是兔脚是兔脚两倍 你看看兔子呢 有四只脚 鸡只有两只脚 你非要两只脚是四只脚的两倍 那你得八只脚 鸡啊得八只脚 那一只鸡只有两只脚 你是不是相当于得四只鸡 能理解吧 那他得八只脚呀 你看看 八只脚除以一只鸡两只脚 是不是得到四只鸡了呀 所以需要四只鸡一只兔 才能满足鸡脚是兔脚的两倍 那咱们画一下 画一下啊 四只鸡 一只兔 这是不是八只脚 这是不是四只脚 给它分成一组 咱这边是鸡 这边是兔子 这不就满足八只脚四只脚 鸡脚是兔脚两倍 但是刚才说了 咱题目里可没有直接告诉你两倍 人家告诉你少了四只 那为了不少这四只 让打包顺利进行 你是不是要去把这四只给人补上呀 所以啊 咱第一句话跟这一样 你多了二只 你先赶出去 那你少了四只先干嘛呀 戒一下 先戒 四只 鸡脚 鸡脚 屎 是什么呢 鸡脚是兔脚的两倍 这个是要写的试卷上 对不对 核心的地方 在这 这一块有意识做到了 哎 能理解了这道题就没问题了 嗯 那好 既然这道题把一个不送分题转化成了鸡脚是兔脚两倍 所以这样一个送分题就后边就收尔的就简单了 鸡脚是怎么样是兔脚两倍 刚才分析了 四只鸡一只兔满足了 八只脚 四只脚 那咱们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最后一个组统统统都这样安排 四只鸡入住 一只兔子入住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啊 有多少个这样的小组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了吧 如果说有两个小组是不是八只鸡两只兔 三个小组十二只鸡三只兔 几个组啊 咱这个条件半天没用 九十八只鸡兔 那九十八只鸡兔怎么用呀 我们要求谁 求组数 组数 咱们看一下九十八是什么东西 九十八是总共的鸡兔 那你再来除以每个组里面有多少只鸡兔 不就知道有多少个组了吗 那关键是咱打包这里面的这些鸡兔 九十八只能不能对上 咱一开始可借了东西了 你看一下 咱一开始借了四只鸡脚进来 借东西了 那借了四只鸡脚放到这九十八只里去了 那借了四只鸡脚相当借了两只鸡 所以啊 你这个九十八只咱打包可不止这么点 你还要再算上你借了四只鸡脚 对不对 你借了四只鸡脚相当借了两只鸡 所以一开始的鸡兔加上借来的鸡 总共有一百只在这打包呢 那总共这一百只在这打包 你再来除以干嘛呀 每个组里有多少只鸡兔 每个组里一二三四五 那咱每个组里这五只怎么来的呀 四只鸡加一只兔子 四只鸡一只兔 哎 这样一算有二十个组 一百嘛 除以五等于二十组 来 鸡兔等于多少只写出来 鸡多少只啊 二十组每个组里四只鸡 完美 到这儿啊 就是一错点啊 刚才这儿就一错 一样的呀 咱有借得有还呢 咱借完了之后放进来之后 打着包一算 我八十只 你得把人家这两只赶紧给人还回去 对不对 这四只鸡脚相当于两只鸡 你得捡 四只鸡脚相当于两只鸡 把这隔壁借过来的两只鸡还回去 得到多少只啊 七十八只 兔子就简单了 二十组 每个组里一只兔子乘以一 二十只 或者说你看看 你用总共九十八只 减去这儿七十八只 也能得到剩下二只 所以综合咱刚才这节课讲的啊 这肯定比基础片要难一点 因为基础片里不涉及多多少少多少对不对 哎 那咱这一块总结一下好不好 嗯 一个关键点啊 这假设法下几个讲啊 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咱们判断某一道题能不能打包 怎么判断 阻碍我们打包的不会因为你多多少少多少这个大家都会多多少呢咱们就赶出去 少了就隔壁借补上多了赶出去 让这个鸡脚等于吐脚让鸡脚是吐脚的两倍 或者人家说吐脚是鸡脚的两倍三倍啥的 所以真正能打包的你就看他有这种整数倍的鸡脚跟吐脚一样多 那不就鸡脚是吐脚的一倍吗 这边呢鸡脚是吐脚两倍 或者他告诉你吐脚是鸡脚两倍 都一样的三倍都行 对不对 或者说自行车三轮车一样多 自行车比自行车是三轮车的两倍三倍 三轮车是自行车是两倍三倍 像这种情况你就记住了 基本都能打包 你看你一旦打包法会了 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同体压 很简单 但是你要不会这个 你用假设法那非常绕 你别说咱同学们 那老师有的老师用这个假设法都绕了 你别说这个孩子们 对吧 所以呢 刚才讲的这几个核心的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熟练的下去再练一下 好吧 你像这一块的这第一题 是给大家用的这个抬腿法 拆轮子法 打包法 打包法 你看看打包法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那当然了 那碰到这些题 抬腿解决不了 拆轮子解决不了 打包又解决不了 怎么办呀 那不能不做呀 假设法 下几个给大家注重讲解 嗯 好不好 好嘞 那这几个就先倒置 然后呢 咱家长和同学 咱觉得如果觉得 这条试课讲的还不错 咱们帮忙啊 分享给其他的家长和同学 感谢大家 末课